6月26日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聲明 對破壞香港自治並壓制人權的中共官員 實施簽證限制 這是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以來 美國祭出的第一輪制裁 國務卿蓬佩奧在聲明中指出 中共加大力度破壞香港自治 單方面在香港實施國安法 持續破壞其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承諾的義務 與此同時 中共不斷向香港當局施壓 逮捕民主活動人士 取消民主派候選人資格 破壞了香港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蓬佩奧宣布將對那些被認為 對破壞香港高度自治負有責任 或參與破壞香港人權和基本自由的 現任及前任中共官員實施簽證限制 這些人的家屬也可能一併受到限制 中共當局5月份宣布在香港強推國安法 美國總統川普隨後強硬表態 將取消香港的特殊經濟地位 並制裁相關的中共官員 外界普遍預計 中共將在6月28至30日舉行的人大會議中 通過港版國安法草案 已敢在7月1日之前在香港立法 蓬佩奧週五的聲明雖然沒有公布 將會受到制裁的官員的具體名單 但正式拉開了美國在香港問題上制裁中共的序幕 此前一天 美國參議院剛剛全票通過了《香港問責法》 通過立法途徑要求美國政府對破壞香港自治和人權的中港官員 警察及實體進行制裁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